等一等 我們現在開始了 OK 3 2 1 多帶你 3 2 1 好了 回到第三節 宿閣時報 講NXT之前 有一樣東西 餐廳要做 就是買一買廣告 買什麼廣告呢? 香港1月8日 如果沒有記載日子 是啊 熱血寒冬 是啊 1月8日 也是在柴灣外劇場 我看到那些人陸續在買票 我自己也買了 但是你有沒有聽到我 幫Jason做訪問 其實也有宣傳 他們這次說出這個節目 我特意找他們來做訪問 回到我們《摔角時報》的項目 其實你可以找到 他也說了很多 他上次去打CWC 還有他自己對於摔角的看法 我覺得挺特別的 多謝給我上次 之前第一次訪問他 我想舒服了 開始 對於這些訪問 我自己暫時沒有空聽 我想應該應該這個星期 等一下 這個星期 或者星期一 我應該可以聽到 還有這個訪問 我都發送給某位的記者 看看他聽完之後 有沒有什麼反應 可以給我 我不知道 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回不回香港 看這場表演 我 即是 我這樣說 會有少許 我不知道會不會得罪人 之類的 OK 即是 這麼多年都不回來香港 其實某程度上 對於我來說 回香港 不是一件開心的事 其實 某程度上 即是 看到現在香港 即 OK 即 我是在香港出生 住了11年 然後才過來加拿大 對香港還有感情 但是 我不知道 如果我回來 看到現在香港 是這樣的 時 我不知道我會有什麼反應 所以 因為 這個原因 是 我這麼多年來 都算不回香港 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 一直 跟我說 你回來 看這場表演 我開始有一個感覺 就是 我感覺到有些事情 是 好像 我不回來 看這場表演 好像又不行 的感覺 嗯 就變成了 我就打算 看看 這一兩天 我打電話 去 Xpedia那邊 去 商討一下 看看 如果我改 計劃的時候 我 要加多少錢 看我預算 預算 這個要研究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回來 我又回來看這場表演 OK 對 但是 我暫時 不能夠保證任何事情 但是 是 這件事 我昨晚上班的時候 是令我 惹怒 和 惹怒了很久 就是 究竟 會不會回來香港 因為 也是那個原因 對我來說 回香港 不是一件開心的事 所以 沒有辦法 但是 我覺得 這次好像 有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次的場賽 有些特別之處 其實每次都有的 我們自己的本地摔角迷 都很期待 每次 搞的表演 尤其是 近一、兩年 因為 互聯網發達 群組合 都容易溝通 所以 其實每次 搞這些表演 都變相 好像幫我們 自己搞了一個聚會 也是 我們自己可以約出來吃飯 我們自己可以 約出來看摔角 但是那些是 一小處人的 但是如果你說搞這些 講述這些比賽 是可以一大盤人 甚至乎很多時候 我試過 我認得那個人 雖然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但是我也跟他打招呼 因為我認得 他對上了幾次 都有來看的 所以 都是好事 因為香港真的是 你想想 一年只有那兩場 今年 今年還要退去下一年 可能就當其那樣 其實2016年只有一場表演 現在變了2017年 其實那場表演 所以你說 很好珍惜 都是那一句 我之前宣傳我幾次 都說了很多次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看到的就是 一個聚會 就是大家去溝通一下 摔角的看法 哪怕可能就是 老實說 你可能 講述的風格 未必適合你 可能你真的喜歡看 Women Ring 真的喜歡看Goldberg 那些大隻佬 或者是一些 很大隻佬出的 WWE招式的時候 可能講述未必適合你 但是那天有個朋友 跟我說 其實我買了一票 不過 我其實也不知道 那天請不請到價 來 還要買180 但是我還是先買一票 那如果那天來到 如果我放到價 我就來 那時候買不到票 我就沒得看 但是如果我先買一票 到時候如果真的 放不到價 來不了 那我起碼也買了一票 真的出錢去支持 這個團體 就算那個位置沒有人坐 他也能賺到夠錢 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的 這個也是 當然我不是建議所有人這樣做 也都未必 大家未必容許 可能有些是學生 可能有些 還沒有工作 但是 我不是說鼓勵什麼 我只是說 其中一個摔角迷就是這樣做 他的原因就是 其實他是想支持一下 本地的團體 支持一下一些 真的跟摔角有關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例子 其實真的有很多人 是不介意金錢上的支持 但是問題是 始終有多少這些人 我想越來越多 想多些 想有這一天 可能你聽回 Jason那個訪問 他想再去一些大些的場 可能坐到過千人的場 但是 現在我們還在存這些人 那如果越來越多些 真的願意真金百人 去出錢去看一場表演 甚至乎 我不管 我也想真的 當捐錢的口點也好 真的支持這個團體 如果有更多這些人 那這件事就會教得整個 還有我覺得他這次幾 呃 好 還是說 一個叫做 嘗試 就是 因為以往他們的情況 都會留票 給一些熟人之類 這次我所知道 他是一張都不留 好像說是 是啊 其實我覺得那些熟人 又 很奇怪 你去那些 賣票網買 其實很少 為什麼要別人留呢 是的 就是你不如把這些機會 留給那些真的 之前還沒看過的人 是的 到時候賣光了 你們這些熟人 你熟了 那你再看看有沒有關係 就可以找到位置坐 你反而是 有些新人 可能就是 頭那兩次 可能前年 買不到 今年又買不到 可能他明年 他真的想試 這次就沒有 因為沒有留票 所以他就可以 那些新的吸引過來看 因為我相信會有 為什麼呢 我自己幫他們做宣傳 尤其是他們打了WWE 那個Culture A classic之後 其實外面的人 我自己覺得多了 那些主要媒體都報導過 還有 你現在康康倫 簡直是上了Ming Oster 那你 變相 你去別人 這個官網 都找到他的資料 那已經不是一個客串的角色 所以 你說出來也很輕香 就是 你等於香港踢球 有個人踢到西甲 有個人踢到英超 那樣 那怕最後被 但是 也是一個運要 所以其實 如果吸引到這些主流媒體 我相信有些新的 那怕他不是很熟悉的角度 他可能也有機會上來看看 現在越來越多些媒體 無論是主流也好 或者我們這些獨立的 都好來做報導的 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的確是 需要讓更多人知道 香港有這件事 那怕你 你會害怕 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跟人講講述 別人都不知道是什麼 變相了 就是 不是說不好的 只不過是 你的心態 你想這件事 更多人知道 但是 能力 或者是資源 所有任何的事情 是難的 但是 現在開始 真的會有多少些媒體 來幫忙 而我所知 黃洋達 他們那邊 熱血時報那邊 他們都會去 以我所知 好像他們都會去 上次都有去的 對 上次他們有去 今次好像是 我今次想 多點 電視台 例如 他上次ViuTV 有拍過 一個節目 那你不如今次 找個人來拍一下 精華也好 就是 你叫做 在電視台 有些時間 試拍可以播一下 我不願意 不要求你播完整個 所有人播出一些精華 反正他的電視台 跟荷倫 都關係不錯 是啊 然後你講台 上次拍了一個節目 其實 可以追蹤一下 譬如你 那些人 都熟了 再 可能拍一些 巴採 有些東西 都應該會有人看 我其實不介意這些電視台 來擺個機器 去拍的 因為其實他也有些記者來拍照 你不如找一些電視台拍片 拍一些精華 讓那些主流媒體都看到 不用客氣 我們自己分享 如果再理想一些 就是 看看荷倫 或者 你其他講述 有沒有人 是真的可以有一部 或者兩部那些攝錄機 可以 將整個 show 拍下來 然後 某一天 你拿去放上youtube 來當作宣傳 這樣 就是 就好像 新加坡那些 是啊 其實有很多 一些 規模 小的團體 都會做這些 來幫自己 做宣傳 OK 起碼 你現在這一場 你給到一些 在有出席 現場 以外 的人 看到 然後 下一次 你做表演的時候 當初沒有買票 進來看的人 會在下一次 你們做表演的時候 去 嘗試買票 來看現場 嗯 我覺得有這樣的效用 但是 我不知道他們 他們 有沒有資源 或者有沒有 器材 可以做到這些 如果有的 我希望他們可以做到這些 這些 我希望 大家支持一下 香港摔角 OK 好了 NXT那邊 OK NXT 這個禮拜 就 糟了 都 我不知道有多金 OK 看起來也有多金 因為 阿瑟斯套拼 在禮拜三的 TV Taping 那裡 打 一場雙打 Match 對著 一些 都幾名不經傳的 獨立選手 OK 就是 Enhancement Talent OK 那 過程中 就 出了意外 OK 一個重疊 懂得 POWER BOMB之類 就是 兩個人 OK 就是 不同時間 來做POWER BOMB OK 一個扔完 一個落地之後 另外一批 OK 就把那些人扔上去 已經被扔了 那些人的上面 即是踏上去 這樣 OK 那其實這招 我也看過很多次 OK 通常都是 你扔下去的時候 你是 就是 個位 就剛剛扔正 是在那些人的 胸口與 肚子之間 那些位置 就像做一個 Senton Senton Smash 這樣的 效果 的一個動作 但是 他的位置 是錯了 就高了一點 一扔下去的時候 就頭撞頭 OK 變相 你這樣 你很容易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 concussion 但是 就是 你問我 OK 我這樣看 concussion 機會很大 其實 即是多了他們不少 那兩個 即是 以我所知的 就是 他們在後台的時候 都嘗試 用一種很正常的 態度 來對 對待這件事 即是 意外 不關你事 意外 我知道你不想 那說真的 是 不想的 OK 你很少可 會有些 即是我不開名 即是有些人 會有些人 上到擂台 是完全 不堅持 OK 完全是 上到我做我的事 OK 我弄傷你 你的事 是有些人 存在的 那麼像 近來一分二十幾秒 贏的選手 那個就 那個就 那個 那個 那個就 當年 他是怎樣 我就不知道 這個 不願自平 但是 再有些 即不是近代 都是 比較上 九十年代頭 有些選手 是有這些 心態 OK 即是 還是不要開名 算了 免得 美其名 但是 對於 關於 NXT 選手的 一些 就是 一些 工作的手法 我知道 Johnny你有很多意見 其實是這樣的 即是 我覺得 NXT 是好看 但其實他真的好看 那些 其實是他外面 簽Indie回來的那些 那些 真的很專業 已經是很有經驗 甚至是 之前打過TNA Bobby Rue Erik Yang那些 不用說 但是 其實他其他那些 真的嚇死人 很多時候 即是 他那種嚇死人 不是說他BOSS 或者打得慢 而他那種簡單的意識 他都沒有 即是 我收到的線報 就是其實 這些人平時 他的訓練 只是訓練一些 體能上的東西 或者只是訓練一些 舉重 訓練一些 訓練一些 我們稱為 可能這些 不是很關於比賽事的 是的 但是他們要真正比賽的時候 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是缺乏經驗 不懂得應變 那些位置又錯 用力又錯 所以其實跟這些人去打 是很容易會受傷 其實不是說我自己會合作的 是很多時候 你看到很多例子 這個第一個例子 其實我們之前 Kenta那個已經是一個例子 嘩 那個簡直是 對 也不知道是不是簡單 還是一些很基本 經常都會出現的一個叫做 彈繩 然後轉身 都可以出錯 將別人的頭落地 你每次出錯這些事情 其實 你自己 管泥沙 一些沒有價值的選手 弄傷 那也是一件事 你弄傷了一些 真的可能有機會推動的人 說不如 那時候你突然找一個人 半桶水的 跟什麼租金 跟中一打 你又弄歸箱 那你們自己公司的利益 就化為烏有 甚至我不知道會影響 那個選手的生涯 你想想現在Kenta商多少錢 他現在也不知道有沒有能打 那你經常放這些人 是不是一個計時炸彈呢 我自己覺得 因為 你沒有這樣的資料 其實為什麼要這麼說 因為你 摔角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去練習 一些基本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不只是去舉重 不只是去做一些 叫做 一些角色的東西 將自己的身體做得很漂亮 這樣就可以做摔角手 你看看日摔的那些訓練 是 你看到長洲力那些 整個肚腩 看到田上明那些 還是排骨在胸口 為什麼那些人都打到摔角呢 就是因為 他們雖然身形不漂亮 但是他們接受的 基本訓練是高 他們可能懂得怎樣 保護對手 知道打什麼位置 知道鎖什麼位置 知道出什麼 摔技的時候 不會弄傷人 那他這些就是有技術 就是他沒有很完美的體態 但是他在技術方面 他有保證 變成他可以保護到選手 之餘 自己不受傷 又可以令到對手都不受傷 那你就可以長期去玩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打比賽 就是你不要經常在製作中心裡走繩 練幾次 就以為自己很厲害 你要打得比賽多才行 為什麼日出的選手 或者一些Indy的選手 甚至是墨西哥的選手 他們可以有這麼突飛猛進的進步 就是他們每次 哪怕是新仔也好 他可能就算是新也好 他有一些一兩百人的 讓他慢慢打 然後打二三百人 然後四五百人 然後才去打過千人 過萬人的數目 但是NXT不是的 你經常都是 把那個人藏起來 放在那裡很久 經常都不知道 用他不用他好 旅程照跟 但是去到後台才說 你那天不用打 所以你去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的選手練完之後 又沒有機會試 到時候真的 林毅壽美去試的時候 又騰雞 那你就容易弄傷 這些就是現在NXT 你們看不到後面那些 沒有機會亮相的選手 全部都在面對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GN 我有朋友在那裡工作 他在說給他 就是這個公議 我們大家公開都知道是誰 當然我不說名字 但是他知道的隊伍 其實他自己也試過 就是經常練習就是在那裡 但是去到那裡 你跟了二三百人之後 你不用打了 那很多選手就是 其實他一直在那裡練習 一直在那裡舉重 但是去到那些時候 他又沒得打 那你沒得打 你就自然不懂得掌握 是啊 你練習那時候沒問題 但是練習會不會整場比賽打一次 不會 但是當你真的比賽的時候 你整場比賽打一次 你知道嗎 你自己的體力是否到 你知道嗎 譬如你自己練習的 你可能那天練了十 一百個 就沒事了 但可能你那天打一場比賽打了十分鐘 你在劇烈運動的八分鐘之下 才出那招 那就有事了 是啊 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 就是你擂台打比賽 你擂台打比賽 不會讓你 我接下來會出過 但是我先準備好兩次 出了兩次 才告訴你 這個才是真的 不會的 但是你練習可以 但問題是你比賽一來就是 你只有一次出過過 的機會 但問題是那次就是出錯 就是正商的 這次也是 這兩個大俠人 他只有一次出過 招式的問題 但是他這次就是出錯 就是出錯 所以我覺得他們不應該說 用一個 正常的方法 說是意外 只是意外 但問題是意外 是因為人為導致 我自己覺得 以這個人為 也不能怪那兩個大俠人 因為那兩個大俠人 其實他們是 我剛才說 基本功能不夠 你推它上去 那就變得死了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其實那些 即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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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因為我自己另外 再聽到 即是 不只是最近 即是近這兩三年 我自從做這個宿舊時報之後 即是我在很多地方 或者我自己認識的人 都打聽過很多 即是剛才你說的話 其實我大約一年半 或者這一年來 都講過好幾次 而 另外有一些就是 譬如你說 譬如你說 剛才八分鐘 才發出 那些抛策 接著就弄傷了 那些東西 即是其實這個是 跟 cardio有關 這些我可以說是 因為我引用 Less Thatcher 經常在節目那裡 講一句說話 就是 你這個人的腦 OK It's only run with one view 即是 你的腦 OK 即是等於一輛車 OK 你的車 你的能源 來自瘋 OK 你這個腦 是由 Oxygen OK 即是你的腦 是要靠 氧氣來運行的 OK 血液 氧氣來運行的 當如果你 打了八分鐘的時候 你個人開始累了 OK 你開始 你的腦 功能 不是這麼清晰的時候 而 你 再去 做一些 招式 或者可能 你在一場match裡面 有一些 sequence 可能 你 因為你的腦 那時候 因為你的 cardio 你的體能不夠 而不清晰的時候 你會開始出錯 而接著 你犯一個錯的時候 然後就好像骨牌效應一樣 你一個搭一個 一個搭一個 這樣 到時 你整場match 過程 就會 拖垮 之餘 或者 如果更加嚴重 你就弄傷了人 OK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 以一個 足夠的體能狀態 來出一招 的時候 就弄傷 例如 KANTA 這種例子 OK 那 另外 有一個 問題 就是 你 譬如 拿一些獨立 團體的 一些健身 又或者 你去新日本 OK 他們的健身 來 跟 WWE 他們的 所謂 performance center 來對作比較 以我所知 performance center 他們有七個擂台 而他們裏面 大約 是 實 實數 我不知道 大約七十人 那你七十人 你有七個擂台 那 你裏面 你同時間 你不同的擂台 會有很多人做不同的事情 OK 那 你要想一下 就是 你別人外面的那些 獨立團體 或者新日本的那些 團體 為什麼他們訓練那些 人 會訓練得這麼好的 就是 因為 你只有一個擂台 以及 你的人不多 你夠集中 明白嗎 你的意思嗎 你可以是 一個 或者 兩三個 教練 這樣 來 很集中 專注 看 某一個 或者兩個 選手 他們 在擂台上 做的事情 然後 看清楚 你們有什麼 做錯了 然後 很集中 地 在你們的錯誤 矯正 一直 一直 矯正 OK 所以你看看 你新日本為什麼好像金光輝鳴 雖然現在想了一下 金光輝鳴 或者以前那些 高橋果 夢那些 為什麼他們可以在這麼短時間 已經可以做得這麼好 那些事情 無論是 銷售 或者各樣東西 都是可以 很紮實 雖然做到的事情不多 但起碼一些事情 是夠紮實先 就是這樣的原因 而你看一下 你在那個 Performance Center 剛才你提到的 一件事 你只是 你只是做那些 舉重 之類的事情 但是 你當 在Wrestling 那個項目的時候 你不是說 真的太集中 坐熱 來訓練 來建立 那些人 在Wrestling 上面的基本功 的時候 打出來的東西 不太看 不太看 他們的基本功 不紮實 這個又是另一回事 跟著 如果你的東西 不紮實的時候 變相了 你會容易 淨傷到人 嗯 那這個又是 他們 即 你 有時候 你一個地方大 你的東西 好 不代表 你改變出來的東西 會特別好 但是 同時間 有利有弊的 OK 我舉多一個項目 OK 就是 你 Performance Center 那裡 我當你是70人 OK 可能有一件事 是會比起新日本 或者其他獨立的 會好的 一件事 就是 最低限度 起碼他們 可以在那70人 裡面 他們 即是魚翁殺網 這樣 有機會在那70人裡面 選到一個 是 真的 可能有 Christmas 或者是 有能力的 有天分的 這樣 而你新日本 或者你 其他外面的賭場 你就沒有 這樣的 能力 因為你 進來進去的 都只有那幾個 對不對 你沒有什麼選擇 OK 你只要在你 善有手頭上 你會有那些人 來盡量 磨 盡量 磨理他 OK 來訓練他們 訓練得越來越好 之類 但是到最後 他們是否真的有那種特質 即是好像 The Rock Steve Fauston 那種特質 來做主題 你在那個狀況下 你找到這些人的機會率 就會比起一個 你有七十人的 Performance Center 你可以 盡量去搏 去選擇的時候 即是 新日本這一方面 就會 輸時了些 還有 日出的概念 經常喜歡自己培訓 是的 他很少說 例如 例如 你關本大駕 在大本打得很出色 然後 新日本 不夠人 我花了重金 請關本大駕 買他過來 轉會 日出很少這些事情 日出一轉會 就說到 脫團 就要很大件事 開記者招來會 哈哈哈哈 即是 他們那個歸屬感 是很強烈的 譬如 你關本大駕 在大本打訓練出來 如果不是 有什麼大問題 他們打算是一輩子 打過選 所以他們才知道 為何能做到 就是 他的訓練 是訓練得這麼速 就是因為他知道這個人 是會一路效力 這個團體效力 就是如果打到個人 可以打足整個職業 但是 你知不知道 那些 套路就是 他看到那個守門員 很高大 我又先簽回來 看到那個打個MMA 又好像很帥 我又先簽回來 即是他喜歡 漁翁殺網 他找一些 不是有心打出的人 回來 就打算去做一些明星 可能其實根本兩個意向都不一樣 但是 我想 你剛才提到這個問題 我想 應該是 那個文化 環境文化的問題 就是 日本人 會比較上 著重 是 叫做 loyalty 忠誠之類 之類 OK 就是你效忠 你入那間團體 你就效忠那間團體 或者公司 但是 你 美國 北美那些 不是 北美那些叫做 independent contractor OK 我和你打 是 純粹是和你合作做生意 我不是你的員工 呃 是 只不過是 OK 我既然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那我就 是 某程度上 我不是你的屬下 我只不過是 我在這裡幫你打 但是同時是和你合作 那當然 我看到的確有些 勞性重的 美國選手 就是 明明他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但是 當自己是 那間公司的員工 那樣的 的確有這些勞性重的人 但是 這些會不會叫做難事 我看這些人 一輩子都不用指以紅 OK 但是 Roman ranks 你要學一下 OK Protect Yourself OK 如果 人家是當正你是寶的話 你也要當正你自己是寶 你出聲 喂大哥 你不要玩啊 大哥 對不對 就是 我假設 OK 你Roman ranks 你現在一出聲 OK 如果當正 你 你 視你為是寶 OK 你一出聲 說 喂 這些預約 不行啊 我不做 喂 人家 分分鐘 Fince McMahon 可能心想 嘩 這傢伙夠膽來和我出聲 會有點爽爽 因為我覺得 現在你這麼多人裡面 最有charisma 和最可以成功的就是你 而現在你這樣來和他出聲 我會害怕的 對 對 你這樣說 雖然我對Vince McMahon 這傢伙有些很特別的看法 對 但我 以我看那些文獻 看那些選手訪問 其實這傢伙反而是 會尊重一些肯出聲的 對 沒錯 但問題 現在你沒有人敢出聲 對 對 對 其實我經常覺得 紅的那些人就是 尷尬他們的人 對 Dong Cole Song Michael 對 Taker 他應該也不敢尷尬Taker Taker有些什麼 都會尷尬 開拖 對 還有 Chips 雖然說是女性 但我猜 Chips對他也是 很尷尬的態度 對 Chips也是一個 某程度上 Chips Chips 因為看不起來 Chips Chips是一個很聰明的 OK 他就算是Yes Man 他也是很軟 他很軟 但這時候 John Michael的感覺就是 尷尬Vinsrick Man 對 會的 公告肯定 撐你 那時候John Michael 說 I lost my flower 然後就跑去 就是那時候 但這些可能 哪怕怎樣紅 自己的做法 但這些人 反而是得到 Winsrick Man的尊重 對 但現在 我不知道 Fins McMahon 是否說 真的很尊重 Roman Reigns 但 我看的情況是 他覺得 Roman Reigns 可以 我們不是用你 但是 這傢伙又乖 又不出聲 我們繼續用 我們的方法 來做 現在在Ross 有多少個可以尷尬 John Cena 我覺得 John Cena Ot. Od. Od. Odent O Dot OD Einstein O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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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jar llan Odent Otent O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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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些態度對老闆 你真的有些態度 喂 這些事情你這樣做 你幫不了我 不得你害我老闆 我真的不能做 你也要看自己的姿勢 Roman Ranks 我覺得他可以 但我們又來一題 你NST訓練那班 講得差不多 其實你的努力中心 你的設備是比外面的所有其他地方好 但你CG的問題是 不是說他們的人不懂 只不過是我不贊成他們的系統 他們的系統是不行的 我們的朋友進去 只看到人們不斷舉重做研究 你學會的那些 你學會的那些 你又不是說 是否真的不會花太多時間 來到他學會的那些 其實是否 可能他們根本都沒有人教 即是 就算你又是Map Rose 他可能也是教一些 角色上的事情 所以可能他們現在也知道問題 所以特意花些錢去請一些 會打的人來教 例如Steven Carino 朱古力 短期內 我覺得 至少這一兩年 你NXT 甚至乎 他剛剛有一個新的Show 叫做205 Live 他也是為了一些有經驗的人 他全部都不是自己的兒子 對 你那個205 Live也是 那天宣佈 那些阿浩有分打過 其實那些打橫掃過 其實全部都不是他訓練出來的 那些人 全部都是自己出來 打印地打回來 話說回來 即是那些 可浩倫雞 有些我覺得 你真的不應該簽 例如Bronnywood Boys 對 這個真的不行 還被他贏 我心想 哇 這兩個人 不是吧 如果你是EVORP的粉絲 或者是CZW的粉絲 看得到這個節目 我想要扔電視 你自己 EVORP的王牌 輸給那兩個人 即是你去叫他 打贏朱古力 和Tony Neese Tony Neese 我覺得 即是 一般的 他不差 但他真的很一般 OK 朱古力 他 他那種風格 真的不適合WW 我開始越來越覺得 是 但是 Bronnywood Boys 那兩個人 OK 完全是 平淡過平淡 OK 又不是說真的特別有charisma 打的東西 又不是說真的特別 那麼 spectacular OK 你相比起 比如Rich Swann Gran Metallic 然後 胡澤陽 這些 OK Jack Garrick 我覺得還不錯 Jack Garrick 我覺得還不錯 OK TJP 對 計漏了TJP 還有Satchel Alexander 是啊 這些是好的 但問題最搞笑的就是 你整個節目 OK 你又不是推出這些人 OK 你不是推出 Satchel Alexander 或者 TJP 好像有沒有打 那晚 沒有打 沒有打 你又推出這兩個 Bronnywood Boys 我想想想想 What the hell 不是吧 是啊 還有 他其實那個套路 也是用回CWC的東西 就是林打之前 做一個包裝 告訴你什麼人 我覺得他的目標 也是純粹是 之前覺得CWC好看的觀眾 繼續看下去 但是其實 我想說就是 CWC好看是 除了 有些人物我們想看 有他們打的東西 他們的打法真的厲害 很多場都是四五星的比賽 但是現在 你一看 第一場就是 Bronnywood Boys打的東西 大哥 你是不是先說說 你告訴我 你忍就忍了我來看 但原來打的東西 就是打回那些 反正你也獨立一個節目 為什麼不再放一些呢 為什麼不再打回 你吸引到我們視線 那種 以真正的打為主 哪怕你其實去到 那個表演的主題 那個主題 Bind Kendrick對Rish Wong 是有點爆發的 有名牌之類的 但其實我覺得 也不是很合格的 就是 如果對比他們CWC的 那些八強 四強 那些比賽 其實是完全不到那個級別的 所以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搞 可能他們想著 長輪一個表演 又不想去到這麼爆發 當作是一個Weekly的表演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真是 好自為之 因為 其實他們那些Roster 是有很多Star 剛才你已經說了很多個 這些人都給你用 如果你都搞得差的話 那你WC真的 真是無藥可救 我自己覺得 你先說 你先說 你剛才說到CWC的表演 這個星期 我找到一件事 原來 就算是一些 我們之前 覺得好看的比賽 例如 Satchel Alexander 和范霍恆泰 那些 原來那些也有剪 那些比賽也有剪 那些比賽也有剪 即是他們是把一些 難看的地方剪掉 OK 這個星期 我聽完之後 我很驚訝 那我 沒有辦法 他還有一張最大致命傷 他的錄影 是錄在Smack Down之後錄的 是啊 你為什麼不放在之前呢 對 我看回那些資料 其實打完Wish Worm那場 他還有一場Dark Match A.J.Style 加D-Nable 是的 但是觀眾也不知道 他們好像有公佈過 大趙走 好像說 好像有說過 我可能以為 看完Randy Orton 那場 跟Bin哥那場 就以為打完就走 是啊 其實你的次序 不應該這樣 我覺得 你這個205Live 應該好像 今天我星期的NXT 也是一個例子 但NXT 其實為什麼我今天看NXT 那場這麼大 不是他們平時的 全銷售什麼的 那個細場 他是去那個 那個 不知道在哪裡 總之是OTT 那個地方 我檢查一下那個地方 原來就是 那一次Smackdown的場合 同一個場合 同一天錄的 那我就知道原來 那個Smackdown打之前 他錄了這個NXT 那你應該是在那個主場合 打之前去錄 但是為什麼你205Live 要是之後呢 可能他是因為 就回 WWE Network 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 是在那個時候 如果看Live 就看那裡 那就應該是Smackdown 之後 那段時間才要看 其實你又不需要這樣 你就 頭一個鐘錄完 你錄完 然後那些人看Smackdown 的時候 你就在那段時間做Edit 你這麼喜歡Edit 對啦 你就等Smackdown完了之後 你才播你Edit好版本出來 你就不用為了Live 而搞到 嘩 如果你是這樣 除非你的比賽 真的很吸引 否則 那些人 Smackdown的那些 看完之後 如果那個地方 不是那些HKORFANS 或者是那些CASALFANS 的話 你這樣 搞直播 很難看 觀眾沒有反應 真的 這一個要 他們 就是WWE 自己要攝高枕頭 就是 因為你沒有理由 你特地搞了一個 輕量級出來 是 要特地搞爛他 雖然 你WWE 是經常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 就是 是 就是 不希望給一個 藉口 給Fince McMahon 會跟Triple H 或者跟其他人說 我 我 我一向不主張搞輕量級 Now you see 就是我不希望會出現這種情況 對吧 OK 第3節 就是這樣 第4節 就 我們轉換話題 那個 我們 全年最佳的主題 這個 你拍板 等下說些什麼 OK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 OK 好